記者會結束大合照前 吳欣寅焦點放在柯文哲胸前的國旗徽章 出手幫忙調整 硬是要下一個一公分 吳欣寅才滿意的開始拍照 召開金融政策記者會 柯文哲把機會讓給星光公主吳欣 金融專業由舞台發揮 如果你是10% 每年的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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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推動下去的話 7年之後你才會 你的錢才會double 又標準金金體解說金融政策 客戶會主打推動設立主權基金 要當最會省錢的總統 和最會賺錢的副總統 只是金融體還是被阿伯打成了政治提議 趁是追打居住正義 我有疑說不用付投機款 他只把投機款移到後面去繳而已 我就想起以前那個趙上牧師的故事 那個猴子跟他講說 早上吃三個下午吃四個 他就很生氣 他說不然早上吃四個下午吃三個 猴子就很高興 他對於事情不瞭解這個事情 所以我就不給予評論了 左批腕猴友宜推零透期款 幫助年輕人買房 右批賴清德推清安貸款 以提高貸款金額和加碼利息補貼 擴大幫助青年安心成家政策 那至於賴清德那個什麼 新清安專案 他從那個貸款30年變40年 他只是還錢的時間延長嘛 笨蛋問題是房價 柯文哲在台北市長任內 敗壞財政機率 虧空八大基金 財政機率最差的就是柯文哲 副手吳欣宜則是擔任 星光金的副總經理的時候 管理無能 導致公司大賠錢 台灣房價居高不下 藍綠白都端解藥 為周三首場政見會登場前夕在天柴火 金經文最後報道